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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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栋梁 杨栋梁栋梁 杨栋梁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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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栋� 謝謝各位嘉賓 接著落力的時間 我們就交給Joyne 各位大家好 我叫張瑞蓮 今天的主持 其實在場 在台上有這麼多位重量級嘉賓 其實我都覺得有少少翻門門庫 等著幾位前輩指教一下我 我首先利益媳婦 我讀中士就讀到高中 都有溫下書才敢來做主持 我們今天這本書 在大灣區留下很多腳印 還有不是今天的大灣區 大家想想 40年前的大灣區 九加二的城市 包括深圳等地 那時候的狀況 不是像今天那樣 交通那麼便利 其實我深信他們當中 有很多很深刻的經歷 而且他們有很多 都是心口掛過造影師就上去 我們今天很榮幸 我們坐在這裏的很多都是親力者 我這些年輕的 是見證後面的 40年內 見證後面的幾十年 我開始之前 我都想有些問題問一下 大家今天的參加者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除了台上台下 很重量級的嘉賓之外 其實我都看到有很多年輕人來了 有一些可能現在正在打拼 剛剛做事的年輕人 也都有一些學生在 我很想問一個問題 因為我很好奇想知道 我們說了大灣區這麼久了 說多一點 大家應該在電視 在新聞報道 或者CY 最近都說很多 可能你們都 有時在網上都聽到了 究竟大家知道大灣區有多少呢 首先我問一個簡單的問題 大灣區有9加2 11個城市 如果在座 哪位朋友 你可以說得出大灣區 九加2 其中一個城市 請舉手 大聲喊出來 有獎品 有獎品 先說年輕人 先給些機會 後排 中間後排 有人舉手 有獎品 有獎品 我們 是 舉手 大聲一點 說出來 有些甚麼城市 有獎品 對不起 台上沒有獎 馬上學獎 聽不到 可以大聲一點 有獎品 東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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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 還有呢 江門 江門 珠海 珠海 佛山 淮州 有獎品 你們要明顯顯示 要不然等到獎品 不知道給誰 不行 鄧主席 你才排到 你是首批去的 專業人士 你怎麼可以舉手 不行 後面 後排 好像有年輕人 舉手 有獎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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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獎品 還有呢 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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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數了沒有 好像還沒有數 廣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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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 還有 惠州 廣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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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了 沒了 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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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 還有一個 留了個江門 沒有了 好 給大家掌聲 一個小小的活動 就是知道誰最深水晴 大家對大灣區瞭解有多少 我不妨也要喝手 以刚才大家的表现来说 大家应该真的要看这本书 这本书除了一些历史的故事 一些大湾区的传奇人物之外 还有我们一些亲历大湾区 参与发展建设大湾区的前辈的故事 也都有大湾区各地的历史 艺术文化饮食的特色 还有中学的同学要留意 你的通识科很有用的 因为我们最后还有关于大湾区整体的介绍 还有每个城市有什么特色 你有读到通识一遍 我讲了很多之后 广告时间完 我很想首先看一幅相片 同事有没有帮我带一幅相片 有一个年轻人的一幅相片 那为什么要带一幅相片 我刚才都说过了 我们大湾区其实有很多人的足跡 大家应不觉得他是哪个 都好像现在那位 就有少许发了屋 你一定要按咪的 你多说一次 还是很漂亮的 我一直都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因为我听梁振興主席 去介绍他过往 就是在一个尊业人士 去到大湾区去深圳去讲学 听这个故事我都听了很久 但是我经常有个疑问 当时的梁振興主席 其实是二十多岁了 为什么这么有勇气 还有什么驱使你 会去到内地去讲学 听闻好像要自己银河包 不如梁振興主席 说一下 为什么你会去内地呢 在英国读书的时候 一班香港的同学 常常在一起讨论 各其他小学生 当时大家觉得 我们这个伟大的国家 伟大的运作 发展速度应该好一点 我们有很多学问 做得比较大 知识比较多的同学 好 我们去中国大使馆 去伦敦的中国大使馆 去哈龙 看下我这班人 在英国读书上 有很多东西 可以帮国家做的东西 回国 福报 当时大使馆 这个是75 760 四十多年前 当时大使馆 说现在国家没有条件 多谢大家的热食 有条件 再请大家 美国福报 这个75、76年之后 我77年回到香港 自己老是而学的 保护本里 有策略和地生有关 都是我们没有地生市场 所以在英国读书的时候 没有想着回去 尝试的工作 我们当时真的有人 他去了中國科學院文理研究所 大請回去做工 當時的工作團隊挺艱苦的 他七九做到八九 十年時間文理研究所工作 他當時已經在學士校 然後回到香港在科大做教授 然後退休 這位同學姓鳳的鳳哥哥 我受這班同學的感染很深 所以回到香港認識中學時 舊校友、專業人士、大陸師 其中一位曾正麟先生 Edwin是我學長 香港公宵有良 與土地、廊房有關的專業之間有三個 他有排的建築師、測量師、城市規劃師 在香港教科學院的課程 給我做了一年的學生 包括我們一班中學校友 陳清溫大師、劉大俊建築師等等 還有人由廖堯珠律師發起 那個會議由七八年開始工作 七九年成立 所以現在是三十兩年歷史 國家四十年前改革開放 已經開始工作 但議員正式成立 我跟著這班大哥大姐 我跟著這班大哥大姐 就去耐力幫忙 應該也算是 結束了當年在英國讀書 去大使館敲門 那種回國復活的心願 當然這不算甚麼事 有空的時候 六個禮拜 當時沒有拖泊 對不起 沒有拖泊 那時候的工作會很忙 我知道很多青年在房屋 都要回公司的E-mail 手機 那時候又沒有手機 沒有E-mail 那有時間回到來 基本上是周末的時間 今天法醫會會會會長 阿朗加范會會長 都在這裏立 我怕一會不記得 我在這裏就提了一個 我們今天台上四年坐在這裏 其實做工作 幫國家做工作 無常抱著一個 保候國家 學務國家的心態 四十年前已經開始 做工作的人 遠遠不止我們採訪 上了四五個 請大家感謝白客人 多謝 有機會在這裏的房屋下 有幾位現代法協議 我們簡稱四法會的前輩 請他們都起床 我們給人聲音樂 我做委員會當時說 簡稱四法會 當時說四法會 已經有四個現代化 我們身邊成立 大約三十個會員不夠 三十個會員不夠 律師、大學師、會計師、建築師、拆動師、成績工師、工程師、工程師等等 我們身邊很多朋友說 你這個會員不夠叫四法會 你這應該叫五法會 因為你們是五法 這麼辛苦 用自己的時間用自己的錢 回到大陸 運甚麼 因為當時完全沒有任何其他舊機 你不會有任何雙電動機 你會在上面建立一些關係 然後開設事務所 可以放置禮物 所以這班人不應該叫四法會 不應該叫五法會 在這裏我又想說少少背景 一句我有閒的歷史知識 趙教授指證 當時國家是百敗代理的 要人沒人 要人才沒人才 要資源沒錢 要錢沒錢 還有那時還未回歸 大家都知道 是港英政府在香港執政的 其實一班專業人士 走上去內地去做服務的話 其實都有些敏感性 CY是不是真的怨慷地大膽 你為甚麼走上去呢 當時有沒有些人 我們做機好純正 當然社會上有些人就有種種問號 為甚麼這班人 專業為事好機利的 都上去幫忙 如果他沒有商業動機的話 那當然有其他動機可以回答 當時社會上很多人 今天在香港社會上還有 不明白這是案國 不知道甚麼是案國 如果你忍生少少說 八二年中國全部要對香港培防制主權 我都是不明白的 為甚麼這地方這麼小 你要收回去 我當時都說 我支持國家收入香港 培防制主權 是跟英國合法 為甚麼呢 因為英國在 派利大塞爾夫人去北京 和韓蘇聯合法 在香港之前那幾個院 他們在英國 他們收入一個比香港更加小的地方 這個叫荷物華監督 這個叫荷物華監督 所以香港經過百多年的證物管治 我們那個案國感 是做得不夠的 這兩個字可以解釋很多東西 當然香港社會當時有人不明白 或是體會不到這兩個字的意思 他有很多東西想的 很多東西猜 我們當時從香港去深圳 只有一把口罰 這個口罰就是羅湖 在香港當時用紅磅 沾沙隊的火車站 把火車到香港邊的羅湖 下車過羅湖橋 到深圳那邊 在香港出境的時候 除了由入境處的職員 採櫃桌去到擠案 你過了入境處職員講關 接著後次起步 就要繼續拿你的回港證 身份證給另外一個政府人員 給他殘餘的 這個人就是當時港英警察 政治保護人員 香港和深圳之間的往返洋 都越過政治保護國關 當年他們都會逐幾多 所以當日的政治環境就是很有 是 我接下來很想看一張照片 因為一群專業人士上到內地 不是這幅 我們有幅 一群專業人士上到去 其實就是服務 也都帶了他們的專業知識 去服務內地 而在過程裡面 其實在各方各方面 都帶來翻天覆地的變化 而我相信大家都有些認知 就是CY在土地改革各方面 也都將他的知識 就是供應了去造舊 我們看這一幅照片 其實就是當時深圳拍賣的第一幅地 延長的激烈情況 我也很想CY 因為當時我們實在太小了 還有在徐烈的朋友都未出生 不如你說一下 怎樣去從事內地的土地使用改革 因為這個土地使用改革 是令到很多內地的朋友 可以擁有自己的流放 大家都明白擁有自己的流放 有多重要 CY和你說一下當時的故事 土地使用制度改革之前 土地和所有的流放都是國家的 沒有土地使用權的概念 例如城市土地屬國家所有 農村土地屬集體所有 這兩句是憲法的說話 我論是國家所有的城市土地 或者是集體所有的農村土地 意思是說個人是不能夠擁有土地 當時也沒有土地使用權的概念 一致和土地和樓房是很想使用的 當時的很多企業 你需要開一間商店 開一間公司或開一個工廠 就有國家撥土地給人 你都不需要給土地使用的費用 土地使用制度改革 但基本上由無償使用進入 有償使用 即是要付錢進入 而另一方面 除了有償使用之外 土地使用權可以流通 亦都好像說過 用今天的說話說 就是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 在決定成長 這就是國家的 我們搞社會主事業經濟 由市場在資源配置中在決定成長 基本上就是交付錢包 等等做到地盡其力 果然這是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正常 本資而來就是住房制度改革 過去所有人民都住高房 沒有自己的房子 一直百萬不啟動 先在新公司做事件 啟動了住房制度改革 30年來 因為1988年正式 實施的土地使用制度改革 30年來 我們國家的城市年末 半年一時 這個更加重要 人民的居住條件 給國有大幅度的進步 住房擁有率 比香港高 在世界上 位於前年 即是老百姓擁有自己的 不是租的 不是國家的 而是擁有自己的居所 擁有率的比較高 高高高高 我相信在全國 香港在老百姓這幾個城市當中 香港也算是拍攝尾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當香港是自己的難處 但大家可以看到 這30年 這30年 我們的經驗出動了一點 只要我們的方向是對的話 我們中國民族是可以跑得很快的 我又有個其想問 因為我聽聞 深圳拍賣地 那個錘子都是在香港拿去的 那個錘仔都是在香港拿去的 炒梁師學會的 我也想問一下 在這個過程裏面 現在說的好像很輕易 講的自己也要克服很多Q字 如果對於消耐日講的過程裏 你最深刻的是甚麼 除了土地拍賣之外 好像已經有參與深圳的規劃 可否和我們分享一下當時的經歷 有甚麼是最深刻的 你覺得對於今時今日 我們在台灣區有甚麼提示 789年 深圳經濟特區成立 要做城市規劃 當時香港艦輪有份 嘉俊有份 我們深圳幫手 去那裏坐下 他們拿一張航測圖 即有飛機機過 用一張照片 在照片上 在這裏面 就用藥紙 就畫了 這個地面地貌的路 確鑊出來 深圳當時 武器車高度 只有一條解放軍的巡邏路 大概就是今日的 深藍高度的路基 我們要拿著 藥紙在上面 就叫規劃 一坐下 第一個問題 做城市規劃 一定是問你 這個城市規劃有多大 人口的目標 深圳方面有三十萬 我們香港過去的那些 我們不同意 我們現在一個小沿村 一個小農村 幾萬人 去哪裏找三十萬人來深圳住呢 我們經過吩咐論 我們最後接受了 三十萬人口指標 根據三十萬人口指標 做規劃 深圳今天 三十年 四十年 深圳的人口過千萬 比我們當時做的三十萬人的規劃 是多了三十幾倍 所以有些時候碰到深圳的老朋友 跟你說笑 如果深圳經常塞車 或者下特大部門的水站 都是我們這班香港人口 因為你不信 你三十萬人住 你現在住了一千多萬人 這些回憶其實是非常便宜的 你看著深圳的成長下 現在深圳人均GDP 是全中國內地最高的 不是上海 就是全人均GDP的成長下 我們去深圳 每次上去 因為交通不方便 過關不方便 當然不用說 譬如廣課 我自己要派二六大學 沒有浪費 人家已經拿幾把風扇出來 來吹 所以到大陸來 這些辛苦不重要 在這時候 如果國家碰到一些合理的事情 就自己說 新水新河這麼辛苦 碰到一些合理的事情 找甚麼呢 下次就不來了 但是下次 有人提出我去哪裏 哪裏搞書 或者是上陸發的邀請 進去 為甚麼呢 都是反過來 我覺得你講那個精神 就是我們那個外國的精神 但是人之為人呢 我們想說是 只是自己一個過關之外 我們是用力不性的動畫 我們有集體意識 我們最大的集體 在地上 最大的集體就是國家 少些集體就是家庭的學校 大的集體就是國家 人在馬堤 應該是有這樣的意識 所以這個呢 他不洗自己的 雖然有些人生死 很多家庭的事情 繼續幫助 所謂的前人眾數 就是後人的音 有深圳的規劃 一路發展到來 今天的前海 有今天的前海 因為我們今天也有些 前海夢工場的 我們香港的一些 創業家 年輕的創業家 我也想問一下 稍微最後一個問題 這部份最後的問題 就是 有你們前人幫我們打了這間計畫 我們現在香港人 不知道能否找到 找到內地的發展 例如有工場的 你們有些甚麼 可以跟他們聯絡一下 首先我們看得長餘 當年我們排隊過關 我們拿著港義 因為上面沒有拍攝機 它們印刷不方便 我們不可能一起去 請住一週一週港義過關 我們一起排隊過關的 有很多 在深圳 經過深圳東莞發展業務 當時朱耀義 香港的創商 很多情人 看到他們兩夫婦 用紅白藍用袋襯著灌制成品 上個月深圳東莞交局 這些朋友現在全部變成大老闆 上市公司的老闆 所以我有一個意見可以和青年朋友分享 就是大家尤其是青春目駕 大家前的路很長機會很多 所以在長一點點大一點 第二點我們在大灣區發展事業 或者在香港全國其他地方發展事業 作為中國人民一份子 我們在內地掌握機遇開拓業務 我們的心情心態應該和外國人有少少不同 因為我們除了謀取力量之外 我們都希望求新國家發展 我們中華民族大復興的大潮 所以希望大家抱著掌握市民機遇 我們去投資業務等等 你經常想到除了想自己 也想想國家 因為國家不富不強 我們作為中國人民 我們在國際社會不會有地位 所以希望大家管著這兩個政策 一個是看得更長 第二個不是只想自己 一個是想想可以為國家做一些 在大灣區的規劃發展問題上 香港很多朋友都提到國民待遇 你試試可以讓香港人去當地 當地人有的待遇 我們都可以有 當地人可以開這些事務所 開進入的業務 都肯定可以讓香港人 我們是中國人 到當地實際上都可以讓香港人 這是對的 我過去都長時間在香港人 在內地爭取國民待遇 但這個同辭的另一邊 是國民待遇的同辭 另一邊是甚麼呢 就是國民責任 我問問我們爭取國民待遇的同時 我們準備承擔這些國民責任 謝謝少爺 我見到劉鑑臣很認同我不斤入口 是時候看看劉鑑臣以往一些 的辭職的辭職 我選擇了 怎會少了你這份呢 沒有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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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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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論如何 我作為中國人 但當時的中國人如何 我記得我小朋友時 我要幫家人 寄一些石棺 有些油 然後拿毛巾包著 寫地址寄回去 我去上海 去到新天地 那條路叫黃培南路 我記得當年寄去黃培南路 50號 把油寄去那裡 所以中國當時是 沒有油 沒有得食 要記得舊衣回去 這樣的情況下 我覺得我們要中國是現代化 所以現代化 實際上的理想 就是我們的理念 到文革 當然是一個很大的教訓 很多反省 到改革開放 1978年 十一屆三宗全會出來 我們都不太知道是甚麼 有很多東西 我們只是一枝半董 大家都不太知道是甚麼 但改革開放一出來之後 戰代化去議會也成立了 又開始上去 去深圳講課 去深圳講課 然後跟著 一路跟著有很多過程 因為中國又要引進外國石油公司 於是我幫石油公司做培訓 這些老總來到我理工學院 然後霍卿東先生 開了白天蒙賓館 叫副總經理 楊小鵬 應該退了很久 楊小鵬 他闖入我的辦公室 一個高頭大瓦的人 走進來 不知道是甚麼人 所以霍先生叫我來 要我跟他做培訓 於是幫他做培訓 另外一個就是 我自己通過 我跟北京那些交流 然後到廣東交流 叫紀能大學 我幫你們上學 我幫你們教經濟學 自己寫廣義 自己寫廣義 自己寫納子 入印 寫上去 因為我們可以用英文 我要翻譯成中文寫出來 因為 帶上去 其實聽的不是學生 是老師 他的老師不懂 他一個星期教了整個 經濟學的過程 到了那一年 八三年 即是剛剛 港幣出問題的時候 談判的時候 出問題 我在建南大學上課 我寫了另一科的講義 就是投資學 因為我在MIT 讀了投資學 我翻譯了投資學的知識 現在的建南大學 投資金融系 已經很出名 很好的 當時我的老教授 已經全部outdated 所以我做的事很簡單 主要是培訓教學 因為郭先生也在潘儒 所以潘儒的人又來找我 八九年 我已經是廣東省人大 廣東省人大 八九年六四之後 社會的氣氛都不太好 但我們就去視察 八月的時候去視察 視察的時候 去到經濟技術開發區 我幫經濟技術開發區 我幫經濟技術開發區 很早就已經做培訓了 那時候就問 問什麼船廠 那個船廠 連窗簾也沒有 當天八日睡在這裡 晚上很早就醒 在這裡教書 然後我們去了 什麼叫做開發區 然後去到台山 麗子樓市長當時 帶著病人走來 說我們會繼續改達開發 我們大家聽到之後 非常感動 我們會繼續改達開發 不會因為六四事件 我們停下來 所以那時候 潘儒的人帶我去 看所有上九個阵 介紹情況 那時候還是過度 沒有一條橋 一個這樣的發展過程 潘儒每年都派一班人 來拿到培訓 你知道那些幹部 出身都是機殘 譬如他們又吃煙 麥霍室我不准吃 有時聽聽阿富就穿了對鞋 然後中午休息時 睡在桌上五睡 那些鬼佬同事就說 BK你這些學生這樣的 不行 我說不不所謂 這不是重要的 但那班人住在哪裏 郭先生給他們住在球會的宿舍 很髒 很吵架 他們三個月來上我的火 我可以考試 李平宇族歌 是這麽嚴格的 他們每個都很乖 聽話來聽話 然後他們真的做了很多事 他們一聲就發展起 我想告訴大家 我們中國那天的過程 那些人 他沒看到好像很粗魯 但我經常都很奇怪 為何我們中國人這麽聰明 他由這麽基礎做到現在這麽款 他沒有我讀這麽多輸入 為何我反而不懂 他懂的 做到現在的工廠 那麽高科技的他都懂的 我要佩服他們 他們有膽量有膽識 還有投入 有一個佛山市長 于飛 因為那時三個州 還有很多河島 所以經常要過島 不是馬上走過去 不要叫 于飛就借銀行的錢 就起了一條橋 於是我包括我的朋友 學術界這些人 就批評他寫文章 負債建設 給名字叫負債建設 批評他移民去走資 但是這條橋 一年之內已經回本了 有得 於是結果 就行五星整個珠江三角洲 就幫命起橋 起爐 潘元就出了一個說法 路通財通 路通財通 這個說法 所以整個珠江三角洲發展起來 然後中國作為一個開展 將香港的制度搬去之後 交通是最重要的 於是就投資基建 這些全部地方做 而且被學者罵 中央又不是很肯定 不過早知不回來了 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要佩服那一批這些地方幹部 我真的很希望他們寫得好好的 寫一批這班先行者 如何將我們的珠江三角洲發展起來 這就是這樣的經歷 所以我自己覺得很榮幸可以這樣做 我八八年的時候 他們新大社就找我去 我們想找你做網民省人大代表 我想我是學術界第一個 被委任進去做人大代表 他問我怎樣 我覺得很榮幸 不過我要告訴校長聽 他說你不用校長批准我 我不是叫他批准我 我告訴他 我要報告給你 有些朋友說 劉慧琼你怎麼這麼蠢 你做了什麼 你做了什麼 中國的廣東省人大代表 你就政府不會委任你 任何委員會的事 我說I know 中國偉大 中國才是你不理 香港是什麽 香港是一粒的 從面積來說萬分之一 從人口來說 十三億人裏面的五百萬人當時的內部 怎樣比呀 我能夠有機會在中國的議會裏面做的 是一個極大極大的影響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事 其他我都不哭 所以沒有什麼所謂 好多謝阿奕 謝謝 謝謝阿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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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看到我們真的很多前輩 我們以往可以說是力盡艱辛 但他們都願意把自己的主義知識 去分享到我們外地的國家 亦都是因為這種活動 我們內地和馬國也都很積極地學習 所以我們看到今天的進步 其實當中就是有很多借教的精神 看他們怎樣 他們當年借教我們 今天好像劉教授所說 他們在創科等等的一些進步 其實也值得我們去借教我們 互相借教我們 說到這裡 我就想跳一跳 因為說起做些大膽的事 剛才劉教授也提到 有很多他當時的經濟理論的做法 傳授給內地的同胞 有很多新的想法都很大膽 大家都不知道是否可以 我也想介紹我們一個工業家的前輩 楊鋒先生 我們又看一幅照 看看他們一起勾起他們的回憶 這幅照片大家覺得可能平平無奇 製機廠一間 它叫做大進製機廠 它勁在什麼呢 它就是中國內地第一間三萊一寶的工廠 三萊一寶是什麼呢 我不包書包了 他們坐在那補不拿 我待會請要人家說一說 三萊一寶是一個很創新的項目 也都是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下 應該可以說是為到內地的工業製造業 甚至乎是整體經濟帶來方向天地的變化 也都帶來很多的幫助 不如我也請楊先生介紹一下 聽聞你和雲昭先生兩兄弟搞這間工廠 都有一些經驗在後面 為什麼會這麼大膽 當時好像我剛才所說 要人財沒有人財 要錢沒有錢 要資金沒有資金 聽聞中央當時是鄧小慶這席 統領的改革方案 都跟當時的廣東產領導說 我沒有錢的 你們想搞改革 你們搞吧 制度上支持 錢的貶民 為什麼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 環境下你們還夠膽進去呢 楊先生 多謝這次的傳辦方能夠邀請我在這裏 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們當年的事情 應該我們自己 因為我和我大哥都有在內地 六七年來我七年來 即是我們知道距離都是十九歲 即是那時候我們都知道 國內的情況是怎樣 我估計這些不少說 很多人都知道 但我們來到就講自己不懂 什麼都不懂 當然由一個打工仔 很多人可能都知道 他都是由一個集工到劏部 劏部的工人到一個廠長和人 我們七四年和他合資 搞這個動員制衣裁 那時候很小的一間加工房 大概一百人六千尺左右 但在一個很偶然的 即是那時候是低潮 即是很低潮的 但是那時候制衣行都是低潮 即是說剛剛我入行做了PE 但那時候不流行 即是這件事 楊超人跟他包粉 跟他做完廠他都不懂 即是這件事總而開心 就是可以做老闆 誰不知開了廠之後大鑊 即是無單 無單即是這件事 無單就要收拾他的床 所以在這樣的情形下 有人找他做這個領域 接單拿個二百多的牛仔褲 那個格仔牛仔褲 就是我們動日起家的牛仔褲 這件事就說他都不知怎做 但又不可以說不做 人家說要單 人家叫個開價 開價即是他怎樣呢 開價就由這個 他想著又不知怎做 不懂計價 不懂計價怎樣 他就叫他玩廠 一個月要做三千多元 才過一個月 將二百多元三千多元 整天都加了 二百九十九元 二百九十九元 他以為開了個天價 他想不到人家 立即回應 OK,Pass 原來後期我們才知道 他那個客人已經給到五百九十九元 都不能做 他這樣做 他實接到那單 但接到那單 其實真的回到來都不知怎樣 但即是回到來 很快就那一刻又加了六百多元 但在頭產那天 其實人家說要加一個三千多元 大件事 即是他那部分就不敢接電話 楊超 即是後來不在那裏 見到那個客人 那客人說 是的,我是有這樣的事 他說 何可以給我兩個禮拜 結果那個客人就沒有找到人做 那你都沒說事 結果我們回來研究 即是解決了那個甲仔褲 打甲仔解決了根本上就是 但是很簡單的跟其他客人一樣 結果我們底張單只做了一百六十九搭十年 即是一百二百搭做不到 但解決了那把甲仔 我們第一年就截了十萬八搭 十萬搭二百搭已經可以 結果一個月十萬八搭 所以很快 即是說 即是開始我跟他不在一起 因為搞這個甲仔 我就專門跟他搞定那個甲仔 那我就把人氣貨就行 即是說 就由一個六千尺廠 擴穿到超過十萬尺 就說由一百人超過一千人 還有很多那些家 那些山大廠和那些家 但是那時候 有一件事就說 我們自己遇到最大的問題 那時候已經要截圈 我相信很多有些行家都知道 做制衣那時候美國要截圈 要截圈那怎麼辦 那時候即是六元一搭東西 我們那些新創部 六元一搭的配額 第二年加到126元 我們知道糟糕了 如果我們這樣做 根本就是跟別人打工 所以搞不定 所以知道香港我們沒辦法 這樣發展是死硬的 所以就走到菲律賓 菲律賓結果那時候那些截圈 不用錢 總之你做到政府就給你 菲律賓搞定 然後到印尼 印尼 我們知道有人說 我們在印尼當年就說 它要外匯 你出口一元 它要補典五六指 所以我們就 菲律賓和印尼搞定 香港開始撤出一部分三層 但我們自己想 菲律賓和印尼 那些又語言不通 但很淡 但那時候有一個機會 七七年 七七年 我們有一個行家 即是說大陸現在 如果我們自己還未開放 未開放 如果入到大陸開廠 如果在菲律賓、印尼 我們這樣搞都行 如果入到大陸那些都行 那個由七七年底 就探討一下這件事 即是有一個探討工 就在這個七八年四分交易會 楊超膽草草就跟進去交易會 交易會跟他那個散訪 即是在裡面開廠那時候 那時候有交易會的 廣州有交易會的 就去交易會見到他那個散訪 廣東審訪的一個經理 跟你談探討這件事 誰不知那時候他們自己會合 現在我們才知道 他們根本上那時候 習仲勳已經來了廣東主席 即是想搞這些事 但又撞到我們又想 即是反而入到這件事 如果這樣 公坦日怎麼搞呢 即是他裡面開廠 即是國內華那時候 沒有外債 中國那時候不可以跟外面說 即是這件事 那怎樣呢 但他們自己想去做這件事 所以就管外華用公司來談 即是這件事 管外華用公司來談 即是這件事 如果我們自己 我們裡面開廠 我們自己知道裡面開廠 喂不可以投資 即是這件事 那怎樣呢 但他們又知道 如果要解決這些事 不靠華僑的監管 即是這件事 要開這道門 你才能解決到國內科技的經濟問題 所以就說 我們就根據在這個 這個 那個草果業之會 親吻不起 我記得 即是說 我們由這個 不如由我們投資 我們在菲律賓和印尼的經驗 我們投資 我們落單 我們投資 搞一間仔衣廠 我們落單 裡面沒有原料 沒有配料 我們還給它 它不懂做 我們玩日回來教 最主要你入有廠 有印就可以 那個就是有 但先前到有 那些產品反銷給我們 但先前到有件事 你的海關要入 第二件事 接下來 你投資資產歸哪個 資產就是這樣 所以這件事 資產 來講 就不可以是我們 我們給錢 去買那些東西 它不可以 它怎樣還給我們呢 所以 它要拿那些加工費 三分之一來還 我們就提以三分之一來還 即是我們不介意 我們不介意 即是不介意 即是那幾年 但你怕貸錢才行 這樣來講 那時候 所謂租華印做擔保 華印做擔保 即是這件事 跟它省房 搞這個加工廠 搞一個這樣的鎮衣廠 然後就說 那些銀行 要銀行要借錢 即中南銀行 後來我才知道 那些銀行說 它中南銀行各都 喂 那些東西各為不行 現在借的不借 借的我記得 我記得那時候 披了二百萬的鞭 借給我們 然後我們聽說 他們現在有人調查一下 是當年的李強 李強是我經貿部部長 路過香港 批了他們借 叫他們口頭上 你們借 要是要支持他們做這件事 就這樣 所以我們自己進去信德融庭 當時簽一下和廣東省房 然後和我們一方 然後和夏潤做擔布 是這樣去搞制衣廠 那些廠就是我們簽的那個血議 是六月二十三日 我們有一個影印本 原件就沒有了 我還有一個影印本 是六月二十三日的個血議書 根據這樣簽了一個三分一 來還給我們 所以這月就說 然後八月八日他們宣布動工 其實是頭產是九月 九月尾到我記憶 是九月尾開始 由這樣去十一屆三中全會 是十二月開會 其實我們那時候 行六月十二十三日 是那個血議書 是那個 你們還炒這個 六月十三日 我沒有記錯 行六月十三日簽 然後楊昭和那天 又簽他那天 這樣簽那個合同地板班 當多次時 我們自己想 如果想搞定這些工廠 當然我們會受益的 但是國內會更加那些人受益 就是這件事 但是我們計的數目 就是應該照這件事 他們那些華益 他們都有給些資料 給些信心 就是這件事 中國大家要幫國家搞這件事 它都動於我們的 但是我們自己也想 就是自己人 就是畢竟都是中國人 在這個自己的家 就是自己的國家 就是第一 我們又可以賺到錢 又可以幫國家做這件事 為何不做呢 就是這件事 就是這件事 這件事 那時真的我們去信德容奇 要繞澳門去的 不是在這裏 如果要在這裏 去信德容奇 真的我們要由 現在不是說 現在的容奇就近了 我們那時要由這個 錯大船去澳門 澳門由那裏 還要過幾個席才可以補充 所以我們看到 我們自己的工業家 就是當我們國家 在原料人材技術設備 都不足的時候 願意回到內地 那個三來一補債 就怎麼來了 或者CY還可以補充 我想問你做英文 我想問你做英文 我想問你 你說你和楊超兩兄弟 十七八歲 他十九歲來香港 我二十歲來香港 你怎麼來香港呢 我來游水來 游了多久 你從尖沙咀游來香港 到哪裏游來 游那天 我游了六個半小時 游水 游鹽田港游道 可以 第二問題 現場很多青春 不知道 游水是你的起點 你們今天 你們企業下 游日國際 游日等等 你們在這間 怎樣規律企業 那邊聽說 現在的 可能大家熟悉的 北京和一號 是我們 北京和一號 是其中一個物業 你們總部在哪裏 我們總部在九龍灣 1號九龍 那間大廈 大陸的總部在哪裏 大陸在維州 大陸在維州 大灣區裏 即大灣區裏 因為我和大陸都是維州人 你有間上市公司的 那一個叫做 旭日企業393 市值多少 市值 現在市值 那股票不值錢 那股價是這樣 那股價現在大約8毫子 但我們發行15億股 即股價值12億 但現金 不要賣港澳 因為你要問我 我們現在現金 不是淨資產 現金有19億元 不介於那間公司的資產 不介於那些 因為現在我們主業的 現在還是做零售 楊先生不要緊 你賣港澳 我們幾張張單給你 我都補充少少 楊先生兩兄弟 他們是很著名的牛仔褲大王 我見很多人穿牛仔褲 和我們一起成長的牛仔褲 就是浴日最大的 我們要說精神 愛國企業格 對這兩個字 對愛國這兩個字 我們臉不紅心不跳 高舉這兩個字 愛國企業格 但講到這裏 我跟大佬說 一直說在由七八年開始 搞零制業格 那個是帶到廣東的 樂曉加工是這樣 我們最大的 這個就是這個開始 在中國的港職業 這件事是由七九年開始 我們重心已經不在發展 在這個廣東 在中國的所有廣東版的出口 這件事是講這段歷史 可能會更更一場 就是對中國的貢獻 在廣東我相信 以後這個起頭 是三來一步 因為我們寫那個 講回現在他們 有人做這個調查 他們現在曾經有個資料 給我看 就講 因為這個 我們自己那個 那個協議 我們那個 那個文件 現在已經都說協議 背後有個報告 那個報告 聽說現在是 當年真是說 是習仲勳 跟楊尚昆 帶給這個 國務院 國務院 谷目批 那八個字 是很常貿易 是很困難的 那個題目是 廣東的三來一步是這樣的 就是從那裡開始有這個 這是谷目批 但是聽說他們的這件事 是當年這個 執政分派來這個 廣東做這個 革委會主任的時候 他們去跟谷目說 谷目說 你不如跟鄧小平說 鄧小平說 你去吧 但是 政策暫時不可以給你 這個 我只是知道你做甚麼 我可以知道 因為他覺得 還未正式行一個 鄧小平說 你可以去做 他們自己做 我可以成功 是的 其實當時他們下來 現在他們說 背後的故事給我們聽 我們不知道 市當工作室的同事 去做一些提議的時候 找到鄧小平 當時是國家副總 他有一句說話 跟廣東省的領導說 他說 中央沒有錢 廣東自己想辦法 我沒有辦法用他的口音說 但是很清楚 就是廣東自己想辦法 而當時廣東 我天仔真的差到無論 剛才楊先生已經說了 那三郎一道 其實是令到廣東產的經濟 是一個突破口來的 應該這麼說 就是由這個三郎一道 有第一家 跟著有很多其他的港商 甚至乎是俄羅斯 就去參與 這個廣東產的經濟建設 所以絕對是一個禮程碑的 一個重要的企業 那我們再給多一次掌聲 謝謝 謝謝 我們剛才說了很多 幾位嘉賓 就跟我們說了很多 經濟上面 社會發展上面的 一些他們的故事 和一些經驗 我們有一個趙宇樂教授 我也想問一下趙宇樂教授 其實我這些有限的歷史知識 我都了解到 其實香港和大灣區的各地城市 其實除了在過去的 經濟發展的脈絡上面 僅求上面之外 其實我們在歷史文化 藝術、智文化 就是電影、飲食等等 其實我們都有深厚的淵源 不如我交給你 都跟我們分享一下 你自己去看 我們這個大灣區的歷史文化 好 多謝 首先就多謝各位 給四弟 在這裏 和大家分開有關這個文化 是一種看法 以史論史的問題 與書類書 大家拿著這本書的時候 其實這本書才是主角 這本書大家看過 覺得過不過癮嗎 我用過癮兩個字 是挺連接的 如果大家去看本書的 approach 我非常欣賞 為甚麼呢 寫書的人通常會有一種 apploach 你想想 他用一種什麼主觀的神明寫 寫出來 受眾接不接受 這一種apploach 很重要的文化 我就覺得 從文化的切入 它有一個好處 因為文化的東西 方方而言 舉法就是你的衣食註行 宗教信仰 以及你的所謂中親的觀念 或者一種地面關係 或者一種人民的精神 所有的東西 將你放進去的時候 你將會發覺這本書 你是看得很開心的 每一樣東西都知道多些 每一樣東西你其實不覺不覺 原來白天昂賓館當日 在最頂樓的時候 可能會放些高射炮在那裡 哎呀 很有趣 但是你放在當日的國情去看 又真的有這個需要 這麼高的大樓 防風的方面是需要的 那你如何解決這一種 所謂人民地理的關係呢 我一直去看這本書的時候 我覺得寫這本書的人 是高手來的 那究竟是一個人寫 或者是一班人寫 這一個人我們給掌聲 這班人 其實是一個小學生 如果他作為一個小學家 他絕對是一個 正式的一個我們叫做民族史 這個民族史 不是福華民族的民族 是族是好族 因為一個企人編 一個谷字那族 沒錯 風族那族 為什麼呢 我們有很多所思所想 其實都是一種民族觀念 正如我們今時今 我們長周 每一年都吸引很多好個人去看 是吧 就是泰濁清照或者諸言之類 打照 好像這些觀念 其實為什麼今時今 大不共懷念 因為我們去看歷史 就好像一個 駕駛著一個高速車 在高速公路前進的人一樣 他其實一直向前望的時候 他的路後鏡 一直看見很多 很多人呢 身後的東西 一直翻轉 那個全景 他看得越清楚 所以這個歷史路後鏡 是令我們更加懷緬什麼呢 越是發達的社會 越是更加懷緬自己的文化 和自身走離的方向 我覺得這件事 阿倩工作室是做得非常之好 他好的地方在於 他寫的時候 他不只是寫香港 如果你寫香港 萬別不利其中 你可能寫一寫一下 你會發覺 其實你講的就是 阿倩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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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到一個什麼挑戰等等 但是他是穿梭往來的 你會看到他 他寫一下香港變香港的事 但是有時候 他會說 這班工業家 雖然未必一定會問他 你有沒有入水過來 我才知道 但是他可以說到很多 你會聽的是什麼 這班工業家 其實南內北往的時候 他那個人物關係是怎樣 亦都因為 有什麼作用 歷史的 我們叫做恩怨關係 你才有意思 正如我們現在 在座的 大家坐在這個床裡面 如果只是說這個床 大家知道 會展有什麼特別的 但是過了十年二十年 幫人們問你 喂 你來會展的時候 究竟做什麼 原來我們是參加總盛事 這個盛事 就是因為有一本書 走出來 我們這班人很想 就這本書裡面的思想 內容 進行一種很深入的溝通 整個意思就不同了 所以這方面 人民的歷史關係 我們要多記住 一個極端的人民精神 其實是擺在裡面 你看這本書 你會發覺 有很多人情味 人情味值不值錢 人情味其實是很值錢的 但也因為人情味 你無法衡量 和價值去衡量的時候 有時候我們很容易忽略 文化產業最重要的是 它可以把很多不同的人 曾經努力過的一些條件 它組織全面在一起 今時今日 如果文化更多 你知不知道怎麼搞文化產業 可能十個教訓 都不知道怎麼搞文化產業 甚至我自己覺得是 幾年前 還有少許說過 就是做了一個 一帶一路的文化 鑑識專業協會 我們都是從 比如說書畫 圖詞 很多東西的詞集 歷史的討論 或者是一些 和自己的所謂 民族觀念有關的 我們都可以進行一種學術交流 但是做到現在為止 我都還相信 文化產業的起步 其實可以這樣說 都是從零開始 大家都不知道 應該怎麼進入這個市場 正因為大家不知道 所以很好玩 我覺得這一本書 阿屎一是很厲害的 你想想 講香港 講澳門 接著還要講 九個不同的所謂灣區城市 你寫完出來之後 你還要有一種 比較Hoginist 我們說 它有一個性質的相似 像你炒菜一樣 如果你把很多不同的東西 炒在一起 究竟那樣東西 像不像一朵菜 捧出來呢 很重要 我可以說 這本書炒出來的東西 是非常接觸的 在這裏 我自己特別舉一兩個例子 我覺得 在我們香港來說 所謂一個叫做 大香港還是小香港 我們經常都套用 我也知道 主持人 剛剛想問你了 問我這個問題 他又做完了 我去偷偷 在我本書裏 我說 以前來說 我們還是主持過小香港 我們還沒有融入的時候 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發現 我們一種大香港的意識 大香港的意識 是很自然的 因為我們周中 見不到太多其他東西的時候 我們會特別去關心 我們這個自身城市 包括 港口的設施好不好 它管治行不行 在殖民地的情況下 它有什麼優良的傳統 這些全部 在我們的香港歷史裏 其實都發掘了出來 如果大家有留意一本書 香港史的書 是Antico寫的 叫安德國 寫的 A history of Hong Kong 它寫了我們的香港史 很簡單 因為它做廣東 以前的廣東的身份去看 香港成功的地方在於什麼呢 因為第一天港獨做了什麼 第二天港獨做了什麼 寫到後面的廣東 已經可以全停下班 你不斷去問一個問題 如果你用這種觀點 去看一個香港史的時候 它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呢 你能不能夠真是說到 除了所謂上層政治之外 下層所謂社會的連結關係是怎樣 尤其是我們知道 在英式殖民地管治的情況下 你說它的歷史是說到很少的百分之外 去管很大的百分之外 香港的中國人 所以我覺得那個增長 還應該是更加多 去從下面的基層去展示出來 因此呢 其實你看看以前的香港歷史 我們還是活在一個 比較上自以為是的一個香港的地區 不是說你看不準這件事 而是因為你的觀點的角度 太過專注於香港 有時候你忽略了周邊 一路跟你是共同成長的一種關係 我很喜歡姚中儀鑑壽 大家都知道姚中儀鑑壽 不太好 姚中儀鑑壽是一個很廉情的 當她作為一個成功的學者 到她差不多年紀的時候 她曾經寫一個 記錄過一個叫姚中儀的學記 大家有看過這本書 在這本書裏 她就說得很清楚 她是非常非常之畫面 一些曾經對她有因的特色 她說她只有這兩個人 一個是出版界 她說有黃雲五 她那時候因為潮州的南國文人 她不是太過懂得 她進行美金所推出的東西 而黃雲五拍完角頭 說我可以和她出書 另一個人她很喜歡 就是叫做葉宮卓 那好像這些故事 如果不是一個人 人家說給你聽的時候 你怎知道有這種結緣的關係 葉宮卓非常重要 40年代你看葉宮卓 就是帶著這群南國文人 去香港大學參加過廣東文物的展覽 從而可以達到這個港大裡 逐步去教書 所以這種的一緣關係 我現在去香港歷史或是研究的時候 我是特別重視 在這本書裏面 大灣區 市區非常厲害 講了很多一緣關係 這個人某個時間 他可能在香港 他定居於香港 但是你看看回放區的所謂前塵 他已經經過很長時間努力 其實他穿梭在中國很多地方 可能去過維州 可能去過兆慶 可能去過江湖 可能去過江湖 他做了一些事情 如果不說出來 是不顯眼的 讓人知道的 這種人的歷史 所以我覺得 往後 我們去看九加爾 這個所謂大灣區的關係的時候 更加多 除了經濟的價值 我們要買下去 之外 人民地理很多不同的關係 多買下去 將它增盡大家 對整個地理知識 或者人民的關係 的形成 今時今日我們很少人 跟一些人說 你是屬於什麼鄉下 但你問回上一國的人 如果你在中上環的時候 我是潮州人 兩個人會說潮州話 已經很少人會說潮州話 對呀 只會說潮州話 就像剛才先生 那些比較資深的一步 我很氣憑 我是潮州人 我會說潮州話 但這一個是偶爾的機會 好看就是上一輩的人 他會不會用一種各個相承 一種精神 去教你 以至到你 亦有這樣的心情 去教你下一步 我們現在在香港 面對最大的挑戰 有時不是做一個資訊 資訊科技 其實我們很發動 我們很嚴重 剛才講到很多的 壁壁壁 我剛才跟鄉林区麒教授 都說 我們搞了大一路 最重要的是 要拿到壁壁壁壁 知道就好像 我發覺現在 他推薦出去的時候 強處 弱處在哪裏 我們說拳一些 但我們拳了一件事 是什麼呢 就是說我們自己 有時不是太清楚 我們在香港自身 有什麼優點 我們對這個優點 可能我們的自信 開始低了 人就是這樣 當你自己自信大的時候 你會覺得我自己什麼都大 我去大香港 我去小日本 大和小之間 其實是一個相對性的污點 所以我不是說叫大家去自吹自鴻 而是說那種文化的自信 會帶來一個什麼好處呢 就是當我們作為香港人的時候 我們要參與這個大灣區 不要忘記 我們不是說 只是這麼多個城市裡面 其中一個 其實我相信國家的領導人 很希望我們去做什麼 一個領頭羊的作用 香港正正好 就是一個灣區 可以走出去的 一個大城市 這個大城市 如果做得好的 可以給他六月 給他三分之二 所以我覺得我們 在一路看到其他地區上來的時候 與此同時 我們要有一種比較謙虛的心象 我們知道自己的優勢 然後我們盡量利用這個優勢 去確保和鄰近 這麼多城市的關係 如果可以做得到這樣 我相信無謀而不利 我最後我在書裡面 我特別要提出 巴士工作室 是一個很謙的工作室 你看到它的標誌 還要特別打一個問號 它打一個問號在這裡 即是跟你說 裡面很多資料 我都已經搜集了給你去看 不過市黨這件事很多 我都不知道我自己看得對不對 所以我在這裡打一個問號 即是說 還有很多後續的東西 是不是 阿士和阿士工作室 我希望是這樣的一種理解 暫時說到這件事 是準確的 所以在搜集資料的過程中 我們發覺實在有太多好好的故事 這些法例已經收錄不完 所以我們已經在籌備下一集 那些人的關係 還有教授也說得很好 就是我們除了經濟上的數據 其實那個人和關係 在整個歷史裡面都是很重要的 那個文化自信 其實在我們的前輩 他們過去的努力 在我們一路走來 就是國家一路走來 香港如何從歷史走到今天 亦都給到外國的自信 說到尾 我們今天這個聚會 只是歷史裡面的一點 而過去我們看到這些故事 亦都是在歷史上的很多個一點點 但是一點一點連起來 就是一條線 而這條線 不是至於今天 是會繼續延續下去 那我就想問下一個問題 就是 那麼多位都可以回答 就是我們幾年 就是在過去那四十年 國家開放 有那麼多好的經驗 有那麼多好的現實 今天我們處身在大灣區 我們也知道我們和其他的城市 無論文化、歷史、生活等等 他們都是同宗同業的 應該說 我們那個相同是在我們的血液裡面 我們今天在這個大灣區 我們聽到阿張 我們有很多的發展 究竟香港又可以在這個發展裡面 做起了一些什麼的作論呢 我們又應該有些定位自己呢 交給你 四十年 四十年 對我來說 我覺得我的人生任務已經結束了 達到我的理想已經 但是中國正在面對一個新的時代 這個新的時代 中國要走出去 即是一帶一路 這一帶一路裡面 我經常都說 最重要是我們中國的國民 是要有 懂得有這個風格 即是我們走出去的時候 我們不會 我們有四個自信 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但另一方面 我們也要尊重認識世界 然後我們走出去才能夠 在社會裡人接受你 在這方面我們真的要做很多 有時我們太過自卑 但有時去到別人外國的時候 就太過自大 我們香港是一個這麼好的位置 我們再次不用告訴中國 你要怎樣 經濟怎樣 而是我們是其中一分子 剛才梁先生覺得很對 現在我們回歸之後 我是中國公民 作為中國公民 我要國民待遇 我要中國公民的權利 我要中國公民的義務 我要做事 我亦都提了意見 希望我們的國家 是接受我們香港的人 在各個方面參與國家時光 所以這一代的人 你們和我們當時不同 我們那時是穩定道路 今時今日你們是要很積極地 參與國家走的方向 作為其中的一份錢來發揮作用 即是我們去香港 來實現中國 整個我們中華的復興 這個理念 這個理念是二十一世紀 整個中國要走的道路 我覺得你們是很幸福的 我沒有辦法 人生到此差不多 這個任務我交給下一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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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的舞台已經是跨越新極堂的舞台 所以我鼓勵大家多些出去 大學區的地方走過來看看 還有學校可以組織我們大學區的香港中心 我們的總幹辭在這裏 鼓發Panet 遲些跟大家合掌會司 看看如何可以幫香港青年人 同樣中學生和大學生 我們多對大學區的就合體 大家不只是聽我們這代人說 我們說的港澳東 港澳東 港澳東 你們自己去看 不要只聽我們說 過去是重要的 但對你們來說未來是更加重要的 多些現場看下那些感證認識 你們都可以做些考察 做些實地的調查研究 而向規模你們自己的人生 外面很多大都會城市的青少年人 他們不會給任何的 何呀何解呀 呢 想兩個來都是一支的法國根 你問東京的青年人 他不會這麼想 麟敦青年人不會這麼想 紐約的青年人也不會這麼想 但不論我們是 一個國家每個5種制度 地下的城市 我有一些人講到《高度自治》 我們有《基本法》壹定 所有這些事是不需要講的 我們不會做一些不符合哪個法的事情 不符合哪個法制的事情 但是大家的空間 比我們這代人的空間大得多 所以鼓勵大家多點走出去 甚至有三個好朋友 你們自己可以組織起歷 買將船票搭住 你去江湖也可以 在中山也可以 上海 坐車 鑽一下也可以 或者鑽一下晚舅 回來也可以 大家多點去那裏看 給大家信心 香港人是本事的 我們各個方面都有相距有成 多謝 看看香港可以在達拉菲的訪問 在這看一帶一路 香港人四十多年前 包括在中國的發展 都是一帶一路的辦法 即是以前的 即是說問題下來 中國能夠有今天 即是有這樣 香港人能夠整個班 在國內的中央都說到這件事 香港人出了很大的力量 但香港也都可以說 在過去這些歷史 今天有這個地位 如果沒有中國這個舞台 香港也都沒有這麼威水 即是這個香港沒有這麼威水 即是這件事就是 現在香港扮演的角色在改革開放 到現在有超過50至60的投資 還來自通過香港 即是這件事 即是國內的治療 即是這件事 所以香港人扮演這個角色 即是這件事能夠起到這些作用 所以很多年輕人就會說 你們以前很多機會 現在我們沒有這些機會 其實機會在你自己身邊 即是你自己會創造這些東西 你以後有很多資源 即是以前我們到外面 講過不好聽 香港政府有些甚麼支持我們 甚麼都要靠我們自己 真是這件事 甚麼都要靠我們自己 只不過有一件事 當然我們那時要生存 也都有一件事 除了如果我們自己 以前在印象很深刻的 即是我們其實在這個40年前 我們已經向出外發展 在美國自己搞公司後 去到哪裏都別人看不起中國人 即是這件事 即是現在去到哪裏人 不是看不起中國人 是妒忌中國人 為何現在很多以前 即是現在美國 很多西方國家 經常都講這件事 他講道理 說我們中國不同的講道理 其實現在的貿易戰 特朗普也說他講不講道理 其實他最不講道理 為何是這樣呢 現在你反轉頭以後要看 即是這件事 如果我們不值得他這樣做 他就會清高 其實現在他只跟一個男仔 男仔即是這件事 他根本就不講道理 即是這件事完全是他妒忌你 即是一個人究竟被人看不起好 還說被人妒忌好 你沒有本事沒有能力 人家為何要妒忌 所以是這樣的情情之下 即是我們自己更加有件事 如果我們自己的人都不團結 自己都不鼓勵自己 那些特別是那些年輕的 都只是有件事我自己做這些 我經常在國外我都經常跟他們講 我都在國外做了不少這個工作 即是這件事 我去過百多個成百個大學 講了百多場這些東西 即是這件事 有關這個公司的那些文化那些法治 即是這件事現在年輕人 有件事 即是你們的條件 根本上現在好過我們以前好多 即現在問題下來 你是不是沒有機會呢 其實我做一個比例 就是講很簡單 你現在馬雲 馬花騰他們有沒有機會 他們是怎樣做的 他們都是這樣做出來之外 他們的時間縮短度是幾快 其實我機會就在你身邊 問題下來是你自己究竟落到有幾度 以及你能夠有幾大決心 有幾把堅持 始終有一件事有付出才有收穫 即是一件事你不付出是沒有收過的 因為我是佛教徒 因果的關係是離不開的 所以其實有很多事就講 我以前曾經有個法師跟我說 即是說楊芬蘭 即是這件事我們 你這麼多支持人 很多是明的去想的會給你 我說好像這件事不是的 我說法師 好像在屋日不是的 好像是明的會來的 即是這件事每年我們做這個 我對佛教和公益的事 我們都超過億元計數 但我們自己做出去 但我整天一到年尾 看一看我們的銀行戶口 即是只有當募少到的 所以這件事其實你有付出 你就會得到 即是這件事 我是很相信這件事 即是所以有件事 我兩兄弟都是佛教徒 即是這件事 我是很相信這件事 即是因為今天你有付出 你就會得到 你只問耕耘不可收穫 其實你一定有收穫 多謝 好 多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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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秀 或者我從日表述一點 還有我們聽說的 多點認識自己的歷史 年輕人其實今時今日 資訊發展 但對自己的歷史文化 認識的層面相對是低的 我這裏特別是家層面 多點看歷史書 也不是這樣 要看一些有益的歷史書 不只是看柏洋 那些醜陋的中國人 那些會令你 越來越陷入一個低谷 你覺得中國人有什麼都不是 或者說不止 我們去看歷史 用一種溫情 用一種敬意去看 嘗試看一看 為何我們今時今日 我和會期教授 經常都要標榜一種 所謂新的精神 中大的精神 那時候確診我們的老師 就是這樣教我們 怎樣教就怎樣學 怎樣學就怎樣做 所以幫我看 前陸的老師大哥 其實很簡單 但今天要交給個處 因為新書出了 大灣區這本書出了 九加二很重要 你試一下今天翻譯看 我包括我們一天之內 其實已經是獨通這本處 很容易看的 好嗎 我們給點掌聲 因為一模一樣 那時候 那時候也很厲害 我們在書的時候 可以說回來 我們知道 我們從哪裏來 也知道我們往哪裏去 這個方向 給一個這麼好的平台 我很期望 第二本的新書 繼續出來 好 請來掌聲 謝謝 謝謝各位投票的前一位 帶一位 我知道過分了一些 但是我們原本也預約了 有個QA的時間 或者我們看看 看看會否有朋友都想有些問題問 我們和范泰宮回答一下 立刻又來舉手 好 你再回答 各位媳婦大家好 我叫Jeky 有個問題想問 我們中國有五千多年的歷史 現場流暢 我自己小時候讀書就不聰明 但很喜歡投宗士 我經常看中國歷史看得很厲害 但我發覺近這代 覺得中國歷史當然越來越遠 好像越來越不關他們的事 我想問一個問題 各位畢成媳婦 覺得我們今日的年輕人 應該用甚麼態度對待我們中國歷史呢 亦是想問你們當年認識我們國家 謝謝你 謝謝你 不知又回答 是的 其實 我衝擊就叫專家 但你不是專家 我剛才的解說 其實都答了這半個問題 就是說讀歷史呢 可以從一些比較淺的歷史開始 更加好的 我覺得如果沒有太多時間 試試去讀一讀一些民族史 中國的民族史 或者中華民族史 是非常精湛的一本書 梁香立先生 大家也知道 是香港的一個很出名的大學教授 他其實也很想在很短時間面前 寫一本很精湧的書 給我們自己 中國人去看 那這本 你叫做中國民族史 有甚麼好處呢 你看自己民族的發展 五千年的文化 你一直看到的水桶在這裏 怎樣由華北一路輾轉 下去到華納 我們今時的文化 經常爭論這個問題 香港就是中國的南面 這樣 那是不好的 因為你都沒有歸屬感 但如果你看到這個民族史 你會看到 原來很多我們現在身處在香港 或者華納領南地方的人 何須我們更早的時候的總是 不是在華北來的 因此可以讓我們看到整個系統 還有那個所謂輕鬆的關係 是怎樣的 我們在不同的時間 我們面對很多天賜 但每一次我們民族 遇到這些天賜 我們那個復原能力相對都很強 所以我們都很相信 很深信 今時今日 我們對著美國 這麼強大的一個壓力 我們這個民族 有足夠的智慧 因為你看到五千年 我們都這樣走過來 更何方在這一節 比較我們的大命 對外的重關係處理 我報酬的 多謝 多謝 從另一個角度看 其實有一個社會 這個社會很多人 你先剛才提到 有一件事 好像很遙遠 其實你都是社會一分子 這個社會 都是靠我們每個人去做 而組成的 然後才有今天 所以任何的事 歷史的發展 都是要由每個人去做 然後才會集益成球 其實有一件事 做每個人 不用萬力大 即是說 其實你能夠 你是怎樣可以幫到社會 你不給社會添麻煩 其實是幫到社會 現在可以支持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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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或者補充一下 歷史 我們在官方 以史為駕 你絕對歷史 其實我們到今時今日 就算說到最現今發生的事 即中美貿易戰 其實中美貿易戰裡 美國所用的策略 其實他是一個 真是亂來的人 中國應付的方法是甚麼呢 找回歷史 講回我們 入春秋戰國以歷 合中聯盟 大哥 現在 我們習主席 周圍去做男朋友 你就孤立自己 歷史 其實我們中國 好的地方是我們文化 是有很好的文字紀錄 這是很大的紀錄 如果我們認真和歷史 就不會亂說話 劉曉波寫的東西 真是一塌不同 又要聯邦制 一人一票數 14億人怎樣一人一票數 而能夠找到一個日出來 沒有可能的 原來 中國從此往開始統一之後 已經 中國一定會統一 中國的統一 中國的統一 第一 我們中國的地勢非常差異 有些地方紅到根本沒有人發展 如果我們用聯邦制 你自己管自己 中央不理你 這樣的時候 有錢的地方就有錢 窮的地方就未來都窮 結果出現的是戰爭和和平 沒有可能和平 今天我們中國是怎樣的 中央財政集權 然後中央通過有錢的地方發展 去幫助農村 幫助落後地區 因此我們地區的發展 我們有高鐵是怎樣做的 中央政府做 於是把那些本林有劣勢的地方 現在都沒有劣勢 一帶一路 現在不是我們只是沿海做 現在西安很厲害 重慶很厲害 我去到都嚇了一跳 雲南、昆明發展得很厲害 因為當你有了交通基建之後 我們中國過去二千年來 地方發展不關而造成 即是飢餓、災難 這樣的情況都解決了 我們的地震 在這麼大 八級的地震之下 我們的復元仍然是好過美國 十年前的Catrina 現在都未搞定 那個New Orleans 就是因為我們有一個好的政府制度 回到中國制度就是讀歷史 我亦都推薦一本讀歷史的書 我自己當教科書讀本 就是我們錢穆教授 我們校長錢穆先生那本 《中國政治歷代得失》 裏面在不同角度 來解釋我們中國不同朝代 為何要這樣改發 現在時代又不同了 但他那本書裏給了我們的智慧 是可以我們更加了解 我們今天的中國為何要這樣做 就不是讀少少美國的東西 讀少少西方的東西 就照抄下來 就說我們中國要這樣做 還要國際人士來迫中國這樣做 甚麼叫愛國 這樣算是甚麼 沒有基礎知識 然後在那裏紙下拿到和平獎 就是世界的諾貝爾和平獎 就是太荒謬能經 所以讀歷史你就會知道 為何我們國家領導人提出 我們四個自信 道路自信 制度自信 我們的文化自信 我們所有這樣的歷史 是給我們中國將來發展 其實只要我們回歸到 我們的歷史裏面的得失 然後去取捨 然後去改善 我們就會令到國家 可以大家享受到和平和富強 所以應該大家多度歷史 好 多謝劉教授 教我們藤次廖欣修 裡面得到這個智慧 時間關係我們最後一條 這麼快 鄧飛校長 但後面有個同學舉手 可否我們兩條一起踢 鄧飛校長先 同學可能都是我的學生 很感動 一開始我收邀請看幾句書名 區區有故說 不好意思我誤會了 我以為是說一些香港掌固 我後來看主角的嘉賓 沒有理由說香港掌固 就好像無尼拉加 後來終於看到大灣區這三個字 我開始明白了 今天來聽到幾位主角嘉賓的分享 其實我問一個很實際的問題 有沒有計劃將這本書 和將相關的內容向學校推廣 因為大家知道 現在香港的中國歷史科 除了講中國歷史 也講香港史 但其實我有個感覺 其實歷史不僅僅是由學者書寫 不好意思 歷史同時也是由歷史的參與者 創造者來書寫 尤其是聽完幾位嘉賓 時間緊張的分享之後 我們明白 香港的歷史和中國的改革開放歷史 是識識相關 我們不要講大語言 我們只是講這四十年 是識識相關 一個一個個案 一位一位的工業家 一位一位的專業人士 一位一位的學者 去回內地 去面對當時很落後 很惡劣的環境 去奉獻自己 其實這些講句難聽一點 幾十年人在香港的傳媒 都沒有什麼報導過 更煌論香港的貨本 所以說如果真的要講香港歷史 兩點 第一 香港歷史和中國的改革開放歷史 是識識相關 這一點的主題要點出 第二 既然我們的歷史是由我們的歷史創造者 去書寫的時候 我想問一下 除了將這本書會送給學校的圖書館之外 還會不會有其他更多的活動去推廣對學校 讓我們更多年輕的老師、學生 包括我 都叫做年輕的校長 都可以認識多些 這四十年以來 我們香港的專業人士、工業家、學者 為我們的改革開放 原來做了這麼多 被我們的媒體甚至伙伴 忽略了一貢獻 就是這樣 謝謝 我們先聽到那位同學的質問 兩位一起回答 所謂監補資金 各位港者認為 改革開放四十年 對於今天的香港和大灣區 最大的意義是甚麼呢 不如先回答這條意義 我先進入學校 我們可以請私當地區 好,幾位 我試試回答後果教主席 第一個我校長提的這件事 你學校有幾多人 這件事你不用回答我回答他 我送你 謝謝 我提到這件事 我們自己 因為大灣區和香港 我們自己 因為有一點必竟 我們香港 香港在四十年前 正如梁主席都說 深圳三十萬人 我都覺得不可能 現在是千幾萬人 如果我們再 現在我們香港 如果仍然我們 只看著我們一千一百平方公里的地方 只看著香港 只看著七百幾萬人 四十年前的深圳三十幾萬人 他現在千幾萬人 應該多過我們香港 他的GTB都大過香港 由去年 所以如果我們香港的發展 還是這樣 如果能夠和這個 九加二十一個城市 能夠共同 互相多些參與 互相大家共同去發展 如果能夠做到這件事 正如好像劉舊立說的 如果能夠我們統一 有個規劃發展 我們會不會更加 令到我們這個地方的發展 更加有機會 有機會 就好像那個 斯坦哥嘉賓這個提問說 我們在裏面的一個人 是不是機會更加多 令到我們自己的機會 多了我們的發展的空間 當然 謝謝楊先生 回答鄧校長的問題 其實我們在籌辦這本書的時候 我們都發覺真的 因為香港有很多好好的故事 我們在過去國家的發展裡面 我們差很多 而我們在過程裡面 我們覺得我們不可以只剩下一本 也不可以說我們喜歡歷史的人去知道 我們希望多些香港的朋友 其他朋友會知道這些故事 所以我們是有打算入學校的 除了送部分的書 當然我們知名有限 我趁這裡有校長 有老師 又有辦學團體的主席 還有我們也有青年團體的主席 我也向大家做一個呼籲 如果我們能夠把這些歷史的故事 和多些的同學去分享 我相信我們對於我們國家 對於香港 對於我們自身的身體上面 我們的定位上面 我們可以為國家做什麼 為香港為自己做什麼 會更加清楚 那就是要呼籲大家 一起去支持我們這樣做 又是不確定賣一廣告 那我想最後 我想請教師傅 或者剛才那位同學非常聞到 香港 我們經歷了這麼多 那究竟現在大灣區發展 跟香港區做什麼 或者對香港有什麼啟示 請你都作為大灣區 香港中心的主席的生法方 來做一個總結法 過去四十年 改革開放 為香港的社會和經濟發展 為香港人的事業發展 提供了一個歷史性的機嫌 一個非常好的平台 今天內地幾乎會有省事 會不會有省事來香港招商呢 他們的領導人 在香港發言的時候都說 在這麼多外資 包括境外 中國大陸以外的 當中 香港還會接受 幾乎每個省事都在這麼說 今天香港人的投資 即為遍布大江南北 大小城市 根據一個非官方 和不完全的統計 香港有三十萬人 也就是百分之七的香港工作人口 在中國內地長期工作生活 意思就是如果我們沒有掌握好 過去四十年改革開放大陸的機遇 香港人不能去中國大陸發展 這三十萬人今天就在香港工作 或者是學院工作 香港的就業率一定不會好像今天這麼好 香港的失業率一定不會好像今天這麼低 但是我還是一個專業人士 香港的專業人士在內地打開市場 都是十幾二十年時間的事 大家知道林順潮 這個香港著名眼科醫生 他的公司上市 大家可以上網立即查一下 他現在的事業做得多大 沒有內地的改革開放 沒有內地的市場 他的事業就是香港的九龍神界 香港的建築師 現在在大陸的業務非常大 肯定比香港大 所以凡之種種 就是過去四十年 因為香港各個方面的人 不只是做製造業等等 各方面的朋友 我掌握好內地的機遇 一方面為國家發展公開理論 同時為自己的事業 為香港經濟社會發展 爭取到這麼大的國家 下去呢 大灣區的發展 為我們的青年人 提供更加多的機遇 全新的機遇 在一國兩制的香港高度支持底下 香港和內地的社會和經濟融合 這是歷史潮流 康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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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三條大動漫 人們連接香港和大灣區 就會在大概未來的貝聯左右 就會相近覆蓄 所以大家可以在香港出發 當天來回 每天來回覆蓋整個大灣區 十一個城市 六千七百年 你可以自己發展自己的事 你可以和香港的企業做事 和中資企業做事 你也可以和外國的企業做事 我在外國包括澳洲、日本、美國 接著去新加坡 介紹大灣區的企業 早上講 我說外國的企業 你不需要大型企業 你還不需要很高的成本 你在香港成立一個大灣區的總學 你在本國派人香港 在香港請你年輕的 三十歲的經歷 適量人三五年 然後請你司機 請你秘書 四個人 你的成本不會很高 但是你在香港出發 人其有了我們的三條大動漫 通車了之後 你可以每天來回 當天來回 你可以覆蓋整個大灣區 六千七百萬人口 它的GDP等於整個韓國 或者整個澳洲那麼大的 一個城市環 你不是賣廣告 賣廣告 可以全世界十幾億人 可以看到你的廣告 但是你可以面對面去銷 你的產品 給大灣區的 這個存在效果 因為這個很大的市場 香港的功能 就是什麼 香港的功能 就是整個大灣區的總部功能 因此 可以為我們的青年朋友 你們的未來市發展 可以提供一個全世界的引擎 動力非常大的引擎 除了有生化開家 擴大開放 除了有一帶一路之外 這個大灣區的共同法治 是大家生命中一個重要的人 多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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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每到的歷史 也看到我們的將來 很多謝各位嘉賓和我們的分享 我們這個分享環節就到這邊了 好 多謝台上的各位嘉賓 多謝 好 我們都給點熱烈的掌聲 多謝 慢慢先來到台下 在台前這個位置 我們都想邀請 有些人 好 慢慢幾位可以先到台下 今天的活動也差不多來到尾聲 大家想買一本書支持一下的話 在門外有間塔 把握機會了 因為在門外的摊塔 或者是書展都有八折 明保出版社 拖提坤司 C0420 就可以找到我們這本書了 在這裡再次多謝各位嘉賓 今天的活動正式完結了 好 多謝各位 如果有些嘉賓 是未用這個書展的門票 亦都想去到書展那裏 去玩一下 支持一下市黨的這本書的話 都可以和工作人員聯絡 在門外的櫃圈 會有工作人員 那大家 如果未用書展的門票 怎麼可以